我是覺得說我很浪費很多時間 我以前怎麼沒有早點認識自己 你知道嗎 以他電視傳播業來講 你轉過來看一下那個大愛台 那你的感覺就會不一樣 人是會有思考的 什麼是正什麼是錯 你直接透過一個團體 你們已經做這麼久了 你知道嗎 經驗什麼都有 我可以從你這邊學到 我可以學到佛 又可以去幫助我 是不是非常好的事情 上人就是他 當時也是跟我一樣 二十多歲就出家了 感覺到他的付出真的很感人 他應該像我這樣二十多歲就 應該是有一個很溫暖的家 他就犧牲了自己 為我們付出這樣 就覺得很感動 就是他自力更深 就不受我們其他人的供養這樣 就空手的一步一步的 就交了這些給我們後人 給了我溫暖的擁抱 讓我白度過生命的潮 這個過程喔 這個五十年當中 現在講是輕輕鬆鬆 但是這個過程喔 心理入診還有推動的那種艱辛困難 有時候遇到瓶頸遇到困難 常常都是有風風雨雨 我們都看到 真的上面 真的也是很辛苦 因為慈師傅 他跟他對上演 為頭 姐妹 實在是很無妄言 不是 不是師傅很厲害 是他很讓自己的地主帶 讓自己的地主 可以對他這樣走 我會很快 就來替師傅擔擔擔一叔叔 其實我覺得 這樣子的一塊的資源 是 不但是資源的回收 也是人心的回收 這麼多國外的團體 他就是要來學 實際怎麼樣去把這個環保 落實到這麼零零盡致 我感到 我希望 在美國 能夠獲得 這麼多的 幫助 去收集 和清潔物質 可以幫助 保持地下 保持地下 所以 我實在是很驚人 很驚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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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第一次看到 那麼多的蝴蝶 在田間飛舞 從來沒有看到過 還有看到師傅的身影 在田間勞作 我覺得就是一幅天人合一的那種美景 然後聽師傅們講解的時候 師傅有一句話 我覺得 讓我想起了一個詞語叫 認祖歸宗 我不知道為什麼 可能不恰的 我突然就想到這個成語 我想 我們為什麼大家說 來回台要尋根尋根 原來尋的就是這個根 來找到這樣的一個精神的一個傳承 然後把它印在我的心裡 這就是我的心內的風光